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继上次生酮到底该吃多少脂肪的视频之后 还是有很多人非常的纠结 那就有粉丝来问到我说 生酮饮食既然没有热量差 我们的热量和营养都吃的足够的 那为什么身体还要去燃烧自身储存的脂肪呢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生酮饮食既然没有热量差 我们究竟是怎样减肥的 沙拉没问题 大家好,我是沙拉 我是低碳生酮饮食和间歇性断食的实践者 也是国际认证的营养师 在探索健康知识的路上会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记得订阅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也记得到视频的最后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哦 首先我们再回顾一下 生酮饮食呢是一种低碳水中蛋白质高脂肪的饮食 那我经常强调 生酮饮食不要靠热量差来减肥 因为热量差会导致我们的基础代谢 我们的新陈代谢受损 非常容易出现平台期 同时很有可能走上暴饮暴食 腹胖的老路 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热量差 我们吃到了足够的热量 足够的营养 那我们的身体还会这么听话的 开始去燃烧我们的陈年老脂肪呢 第一个首先我们要厘清的原因 就是其实燃烧脂肪这件事 我们是一直都在做的 想象一下热量差理论 好像感觉我们的身体像一个袋子 像一个容器 我们今天吃进来了这些热量 消耗掉了另外这些热量 然后好像在某一天 我们就像会计结算一样 开始计算 好像这个热量和这个热量之间有差距 再来决定我们是储存脂肪还是燃烧脂肪 那我曾经说过很多次 热量差并不是不对 而是对整个问题的过度简化 就像把整个数学 简化成1加1等于2一样 消化的过程非常的复杂 身体整个燃烧热量 储存热量的过程也是非常复杂 举个例子 当你在进行生酮饮食的时候 你可能吃了少量的碳水 中等程度的蛋白质和非常多的脂肪 那我们吃进来的这些食物 如果说包含很多的常炼脂肪酸的话 身体就会发现这个东西特别的难消化 我们口腔当中的唾液 有唾液酶 就对于我们的碳水 已经有一定的分解作用了 我们的蛋白质在胃部 就已经有胃蛋白酶 已经开始有一定的消化 但是脂肪呢 要一直履行到小肠 才开始有什么 消化酶 有胆汁 才能开始把脂肪分解成脂肪酸 在最后这个脂肪能用来供能 大概需要四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身体没有工作吗 错 我们的身体是随时随地都在工作的 我们的所有细胞当中的线粒体 也就是产能的小工厂 也是随时随地都在工作的 燃烧掉了少量的碳水和中等的蛋白质之后 我们到哪里去找能量呢 那当然就是我们身体储存的这些脂肪 这些脂肪能够为我们的线粒体功能产生ATP 能够保证我们整个人还是一个正常活动的状态 包括我们体内一个燃烧能量的大户 就是大脑 大脑是非常需要能量的 那同时 同体是大脑一种更清洁更直接的能源 我们的大脑也是随时随地都在运转的 它不会等待我们整个消化过程完成 再需要能量 所以其实燃烧脂肪这件事是身体一直在做的 举个例子啊 很多小朋友的代谢很好 他们的代谢速度很快 那不少小朋友在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 早上起来空腹 就发现已经是同体功能的状态了 这其实就告诉我们身体是不断的在燃烧脂肪功能的 并不是等到某一个结算点再来结算热量差的 那么第二个也很重要的点啊 就是有些人会说 既然我们一直在燃烧脂肪 为什么还会越来越胖呢 因为除了燃烧脂肪身体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储存脂肪 储存脂肪还是燃烧脂肪 有一个激素是关键作用 那就是胰岛素 今天如果你的胰岛素水平高 你的身体会转换成储存脂肪的模式 如果说你的胰岛素水平低 它就会转换到燃烧脂肪的模式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那生酮饮食让我们的胰岛素终于有机会下降啊 胰岛素的反面移高血糖素终于有机会上升 那它是一个促进脂肪燃烧的激素 也就是说当我们燃烧的更多 储存的更少 我们的身体当然就会变得越来越瘦 那胰岛素水平本来就不应该长期升高的 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足够的时间 给胰高血糖素去发挥作用 生酮只是恢复到了这样的一个正常的速度而已 那当然了 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生酮会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健康 那所谓的恢复健康 主要体现在一个点上 就是我们内脏脂肪的燃烧 内脏周围是不应该储存脂肪的 这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储存能量的地方 我们的能量大部分储存在哪 皮下对不对 我们的大腿我们的臀部 这些地方都是大量储存脂肪的 内脏周围的脂肪其实是不健康的表现 那当我们的胰岛素水平下降 当我们的胰岛素抵抗有所好转 其实内脏周围的脂肪是首先要被燃烧掉的 因为这个地方是完全不应该储存脂肪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生酮一段时间之后啊 脂肪肝是第一个好转的 那这是身体恢复健康的一个表现 第四个也值得一提的点啊 就是对于糖对于脂肪 我们的身体是有不同的一个防御机制的 其实对于脂肪 我们的身体是有一些自然的防御机制 不会让我们吃的太多 如果说你吃纯脂肪 大概吃到一定程度 你就会觉得好腻 吃不下了就饱了 那同时呢因为脂肪需要四个小时才能功能 除非你去吃提纯的中链脂肪酸 也就是很多人会去买的MCT油 那它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完成功能了 那大部分的脂肪 自然界中大量存在的常链脂肪酸 都是要经过很久才能功能的 但是糖不一样啊 糖分可以直接被身体燃烧 可以直接功能 对于我们原始人的身体来讲啊 因为我们的身体从原始人到现在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我们会觉得糖这个东西简直太好了 这就是一种奢侈品啊 它居然能够直接功能 所以对于糖我们是有多少吃多少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 在吃自助餐的时候 吃那种大鱼大肉啊 特别油腻的东西很快就饱了 撑的简直要浮墙出了 在这个时候有人给了你一盒冰淇淋 或者是一块蛋糕 你觉得还可以吃 这就是我们对于糖完全没有一个防御机制 我们非常容易把糖吃到过量 糖过量会导致胰岛素水平太高 这个时候多余的糖分就要被转化成脂肪 储存起来 那么再往后生酮饮食会减肥的第五个原因 就是我们的瘦素抵抗有所好转 很多人说怎么胰岛素抵抗之后 又出来一个瘦素抵抗 其实瘦素就是我们身体脂肪细胞分泌的一种激素 非常智能啊 当我们储存到了足够的脂肪 这些脂肪细胞就会告诉大脑说 我现在吃饱了 不需要更多的食物 不需要更多的热量了 那这种告诉大脑的方式就是瘦素 但是很多胖子 为什么他已经储存了那么多的脂肪 还在不停进食 就是因为他身体内的瘦素太多了 瘦素水平一直太高 那大脑对于瘦素的这个接收信号 已经失灵了 他会觉得 怎么好像还没吃饱啊 一直不断的进食 那生酮饮食会让我们 瘦素抵抗得到好转 这也就让我们的饱腹感更强 让我们能够非常自然的 开始减少我们的食量 其实食欲恢复正常 也是很多生酮饮食一段时间的人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体会 我们的饱腹感增强了 不会像以前一样 一日三餐的吃 一日三餐的饿 一直都觉得还需要再找更多的食物 这不叫做热量差 因为热量差是连你每天需要的 维持新陈代谢的这个热量都吃不够 但是生酮饮食的确会让我们吃 比以前高碳饮食更少的食物 如果非要说这种食物的减少 食欲的减少啊 导致了我们变瘦 那你也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更重点的是在于我们的瘦素抵抗 有好转了 我们的饱腹感更强了 最后一个生酮饮食带来的改变 其实是让我们的线粒体功能变得更好 线粒体是我们细胞当中的产能小工厂 没有线粒体我们的身体就没有能量 不管做什么都完全没力气 那其实生酮饮食被发现能够增强线粒体产能的一个活性 也就是让你的身体变成一台效率更高的机器 你的静息代谢基础代谢的水平也会因此上升 所以这当然也能够让你更好的把吃进来的食物完全的利用掉 所以生酮饮食不靠热量差减肥 大家可以尽情的吃到饱 当然也不一定非要追求吃撑 而是自然的去恢复一个你应该有的食欲水平 通过尽量保持胰岛素的低位来促进身体脂肪的燃烧 生酮饮食也并不会让你受到皮包骨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计算器 而是让我们身体恢复健康的状态 从而让身体决定我们应该处于一个怎样的体重水平 好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想要联系我或者加入沙拉的生酮讨论群 可以在这里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